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分钟前就在这名司机的货车上 武警边防官兵从400多代的玉米中 查获了29块用黄色胶带包装的快装物体 打开发现里面赫然是重达20公斤的毒品海洛因 昆明的玉米价格是1块1毛钱左右 而梦定的价格是9毛多 还不到1块钱 这系统就差了2毛钱 如果你从梦定再拉到昆明 中间你还要支付几千块钱的运费 它这一车拉下来基本上肯定是配钱的 所以我们怀疑这里头可能还有一些违禁违禁 案情重大 经过突击审问 武警边防侦察员很快排除了货车司机主动参与作案的嫌疑 那么是属于如此嚣张 但敢一次托运如此巨大数量的毒品呢 而根据货车司机描述 发货人却是一个十分年轻的女孩 无论从毒品数量还是运输方式 武警侦察员都认定 这肯定是一个贩毒团伙所谓 这个女孩是什么人 又在运毒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呢 这个女孩究竟知不知道货物里面有毒品 是帮别人运货还是自己贩毒 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找到这个女子 她说你早前面打电话 她在早前面打哪个钱 她给你有些什么要求呢 没有 她问我都会到的 我说可能明天 我说明天中午呢就到的了 最多中午就到的 我既然干了 干了这门子都是小人 根据司机讲述 货物被指定送到昆明 一个叫大阪桥的仓库 而接货人正是委托发货的女子肖某 抓获肖某成了此时案情侦破的关键 时间紧迫 武警电话官兵立即把藏匿毒品的麻袋 按照原样重新装车 在货车司机的配合下 武警侦察员兵分起步 前往昆明 对发货人肖某实时抓 马上跟上 就在前往昆明的路上 货车司机电话与肖某区的联系 肖某表示交货的时间地点不变 然而就在货车即将到达交货地点时 意外情况发生 这个女人是相当狡猾的 我们快到达大阪桥的时候 她把交货地点变成了南三环附近的一个 粮油批发市场 下个路口你跟上 就在正心路中间这个十字路口 你注意跟上 情况有变 按照预设方案 侦察员马上通知其他队员变更路线 接力跟踪 同时按照肖某的要求 指挥货车司机迅速赶往南三环的粮油批发市场 然而就当他们快要赶到时 肖某却在电话中再一次提出了 改变接货地点的要求 我们到了之后又跟她联系 她又跟我们说要到东站附近的一个停车场 多次变更交易地点 反侦察能力非常强 再次变更交易地点 武警边防侦察员自时已经意识到 尽管他们的对手只是一位年轻女子 但是如此老道的反侦察能力 说明这名女子肯定不是一名普通的贩毒麻烦 在武警边防侦察员受益下 货车司机在电话中假承路远 还要去别处接货 要求尽快卸货 几次电话之后 肖某通知货车司机 将域里运到昆明市郊一个偏僻小巷里的仓库 此时一路跟随的武警边防官兵迅速赶往该仓库周围 严密布空 只等肖某落榜 然而在仓库门口遵守了将近一个小时之后 武警边防官兵却仍然不见得退机 这次会不会又是肖某使得轨迹 他在什么地方 他叫他说 他说对方说是在司令 然后又隔个小时才会的 你们在附近找个地方停的 那么他就说了 你要快点了 要到底多长时间的话 我要我的车有毛病 我要真正的 就在武警边防官兵担心时 突然一辆黑色的轿车 驶入了官兵们的视线 黑色轿车在仓库附近停了响 从轿车上走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 此时货车司机一眼就认出 那名女子就是在梦定 托运这批玉米的货主萧马 肖某并没有进入仓库 只是在仓库门口徘徊 此时同行的黑衣男子 快步走进了仓库 等待他的是早已埋伏在仓库里的 武警边防战士 在仓库门口放风的女子肖某 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侦察人员控制住 与此同时 停在仓库外的黑色轿车刚想掉头逃跑 就被周围早已布控好的武警边防官兵截住 并从车中抓获一名瘦高克男子 为了避免走漏消息 侦察人员迅速将三名犯罪嫌疑人 和他们驾驶的黑色轿车带离了现场 经过搜查 武警侦察员从黑色轿车上 查获了瓦尔特手枪一支子弹26发 在肖某的钱包中 武警侦察员同时还找到了四张银行卡 通过查询这几张银行卡的转账记录 侦察员发现 银行卡中的转账金额数额巨大 并且都是在湖南境内完成的 我们判断这肯定是从境外购买毒品 然后带到湖南进行贩卖 因此这个案子就具有非常大的延伸价值 接下来侦破工作的关键 是必须尽快从这三人身上找到突破口 武警边防官兵立刻对抓捕的 三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审讯 据进仓库取货的犯罪嫌疑人陈某供述 他只是负责取货的 主使这次运毒的主谋是他的表哥宇松 也就是最后从轿车上抓到的那名瘦高克男子 而和他一起去取货的女子肖某 真名叫肖玲 是宇松的女朋友 三个月前表哥宇松找到他 让他帮自己运一批货到湖南 事后给他一万元酬劳 其他什么也不知道 由于陈某刚刚入货 他只知道这些藏在麻袋里的毒品将运往湖南绍阳一带 而交易的具体一点 在湖南和哪些买家接头 陈某一无所知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 这个陈某只是一个麻仔 而于某才是这个案子的主犯 只有让他完全配合我们 才有可能抓获这批毒品在湖南的买家 彻底的破坏整个贩毒网络 然而犯罪嫌疑人宇松 在面对武警侦察员的审讯时 却拒不承认自己与这批毒品有任何关系 有时甚至还面露微笑 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 当时毒品不是从他身上查出来的 只有陈某的供述是不够的 证据并不充分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 尽管于某同样是在接获现场被抓住的 但是他并没有直接接触毒品 虽然有陈某的指认 但是并不能以此认定他的罪行 正当武警边防侦察员感到棘手时 另一间审讯室里 对肖林的审讯却有了意外的进展 这个女孩虽然年轻 但是拖运毒品的过程当中 我们认定她一定是一个十分狡猾老练的毒贩 很难审讯 然而令武警侦察员没有想到的是 审讯一开始 肖林就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你知道这些麻袋里有什么东西吗 是的 有什么 这些毒品是从哪里 这些毒品是从哪里 这人就说 都是我一个人干的 他承认是自己把毒品藏到 装于你的麻袋里 但是他说自己和云网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批毒品是他自己从境外买来的 按照常理 在审讯时同案犯往往是把罪行都往同伙身上推 以此减轻自己的罪行 然而肖林为何却把所有的罪名都往自己身上揽呢 女毒患肖林为何要一人独自承担下所有罪名 她深爱的未婚夫女婴背后 又有这种不可可或人的秘密 一条偶然发现的线索 国情人将肖林的爱情迷茫击碎 与宗儒雅英讯的外表下 隐藏的又是怎样丑陋的心理 真实技史正在播出 应速指 在审问时 肖林承认所有的毒品都是她一个人购买的 然而面对侦察员进一步审讯的问题 她却回答不上来 这批图品是到什么地方吗 嗯 眼镜 眼镜 眼镜是到什么地方吗 眼镜是到什么地方吗 嗯 当我们问到她购买贩运毒品中的一些细节的时候 她根本就不清楚 很明显 买毒品的根本就不是消磨 她说这些不过是为了袒护这个渔某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走私 制造 运输 贩卖海洛因 50克以上 即可被判处死刑 而此次这起运输20公斤毒品的重罪 萧灵居然想一个人扛下来 她为何如此袒护着渔某 通过对犯罪嫌疑人陈某的审讯 武警侦察员对于松和萧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审讯陈某时 陈某偶然提到 她听说渔某和萧某就要结婚了 另外这批毒品就要办婚礼 原来萧灵自己揽下所有罪名 就是为了保护未婚夫于某 宇松和萧灵同是湖南少东人 萧灵今年24岁 2010年刚刚大学毕业 而宇松今年39岁 没有固定工作 不论侦察员怎样开导 萧灵完全听不进去 拒不配合 然而此时 跨省抓捕行动 却已经破在眉睫 他们很可能已经和湖南的买家 约定了交易时间 去完了就找不到人了 为了寻找审讯突破口 武警林仓边防支队侦察员 迅速与湖南警方取得了联系 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大学生 怎么认识贩毒的余某 为什么会贩运毒品呢 我们觉得其中肯定有蹊跷 很快湖南警方就有了答复 原来在一年前 萧灵就已经离家出走 之后再也没和家人联系过 萧灵的家人也一直在谷谷寻找萧灵的下落 据萧灵家人讲述 2009年当时还在长沙上大学的萧灵 通过网络聊天 认识了自称在山西做煤炭生意的宇松 虽然宇松年近四十 但是外表儒雅 谈吐不凡 很会讨女孩喜欢 宇松出手阔绰 特别舍得花钱 有一次他还特意从山西赶到长沙 花费上万元 为萧灵过生日 此后萧灵便不顾家人反对 和宇松谈起了恋爱 2010年 萧灵大学毕业 恰好当时宇松也回到湖南 萧灵便认为 宇松是为了他才回到湖南 然而他并不知道 宇松真正的目的是回到湖南进行贩毒 这时候啊 这两人已经开始同居了 于某让萧某 帮他一块贩卖毒品 而这时候的萧某就完全的爱上了于某 根本无法自拔 于某让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尽管通聚后不久 萧灵就发现 自己的男友是个以饭养息的一君子 然而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萧灵 已经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 于某承诺他 这几年多做几单生意 然后就和他结婚 远走高飞 为了能够和宇松结婚 过上幸福的生活 萧灵非但不听家人的劝阻 反而从此离家出走 和自己认为的如意郎君 一起走上了犯罪道 虽然萧灵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然而作为大学生 萧灵又有着很高的智商 宇松贩毒 萧灵经常为宇松出谋划字 很快就成为了宇松的得力助手 在这次利用玉米运动的过程中 萧灵老练的反侦察能力 让武警侦察员都感到非常惊讶 根本想不到 这是一个毕业不到一年的女大学生所为 就在武警边防侦察员苦苦寻找案件侦破线索时 宇松个人资料中的一个细节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湖南警方传来宇某的基本资料上显示 宇某的婚姻状况是已婚 而且她自己还有一个八岁的孩子 其实宇某一直在欺骗萧某 获悉这一重要线索 武警侦察员决定 以此为突破口 继续对萧灵进行审讯 你对她了解吗 当然了 她在过去呢 她什么都动手 包括她的婚姻 我们已经说了 已经结婚了 现在我让你看一张照片 经过我们调查 她已经结婚了 现在有八岁的孩子 你了解吗 该情况 当我们拿了一张于某的全家照给萧某看 并且告诉她于某有妻子和孩子 萧某当场一看就彻底崩溃了 长久以来 萧灵自己编制的爱情迷梦被瞬间击破 在审讯中一直表现出应变能力很强的萧灵 第一次出现了沉默 我们一直看着她 怕她做出自杀之类的事情 这个女孩很痴情 她心里应该还是爱着萧某 随后侦察员又抓住机会 进一步用事实冲击萧灵 已经开始崩溃的心理防线 一直以来 于某不过是利用萧某 帮她贩运毒品 每次于某都尽量地远离毒品 让别人帮她拿货 运货 这样即使被抓 也可以抵赖 这一次 于松让自己的表弟陈某和萧灵 进入仓库取毒品 自己却在远处观望 看到陈某和萧灵被抓 她的第一反应就是逃跑 充分说明了 她心中只有自己 根本没有什么亲情和爱情 听了乌警侦察员的分析 萧灵逐渐看清楚了 于松的真实面目 最终同意配合警方 供述出她和于松 贩运毒品的情况 三个月前 于松从缅甸购买了 二十公斤毒品 从中缅边境小城入境 接待毒品和枪支 在梦定与萧灵会合 准备把这批毒品运回湖南 萧灵出主意 将毒品藏在玉米车里 没想到 却被武警边防检察员 一举查获 有了萧灵的侦灵的供运毒品 宇松贩运毒品的证据趋 萧灵已经供出他了 知道没法抵赖 也就交代了 他表示愿意配合我们 到湖南抓捕下线买家 2011年3月 在宇松的配合下 武警临舱边防官兵 顺利发货 潜藏在湖南的两名毒品武家 至此 这起跨省贩毒大案 成功告破 以宇松为首的 八名贩毒团伙成员 全部落网 2011年6月 林舱市人民法院 对这个特大跨省贩毒案件 进行了审理 于某被判处死刑 缓期两年执行 萧灵因有立功表现 被判处合期徒刑 生长在东南亚金三角地带的 鹰素花 艳丽动人 然而 从这美丽的花朵中 却能提取出 世界上邪恶的毒品 海陆荫 金钱的驱使 爱情的迷惑 让仅仅24岁的萧灵 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虽然被免于死刑 然而这个女大学生 本应绚烂美好的人生 却从她接触到毒品的那一刻起 已然凋敌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万吨级医院团 远赴亚丁湾 远赴亚丁湾及亚非五国 执行和谐使命特殊任务 军事纪使记者随传全程记录 历经88天 航程17800海里 带您领略 意欲风情 经历中国政府 履行国际义务 构建和谐世界的远航壮举 军事纪使 近期播出 四季系列片 和平方舟亚飞行